第一单元 这段经文的意思是在告诉我们 刚出生的小婴孩都是善良可爱的哦 但是在成长的过程中 如果受到教育环境的不同 就会养成不同的习惯 所以如果没有好的教导 那善良的本性可能就会不见了 而教导的过程一定要专心一致 小朋友们保持心地善良很重要哦 下面我们就来看看周楚的故事吧 温小二记账 今儿的酒钱我请了 周大爷 您上个月的酒钱 还没 是吧 没事没事 走走走我们走 可恶 静朝时 一新地方有个年轻人叫周楚 他从小失去父亲 无人管教 时常仗着一身蛮力 在乡间打架闹事 看什么看 村里的人见到他 如同碰到毒蛇蟒兽 总是避之唯恐不及 喂 老头 你们刚才来说什么 我们再说 这几年地方上出了三汉 他们为汉相离 让大家哭不堪言 这第一汉是南山上的赤人虎 他时常袭击上山的旅客 人们往往一上山就回不来了 这第二汉 则是长桥下的角落 这条恶龙 心情不定 有时袭击船只 有时卷落桥上的项米 他残害了许多生命 大家却一点办法也没有 老虎骄龙 有啥好怕的 看我去解决他们 不久 有人看到周楚 在南山上和老虎对决 最后 只见周楚大拳一挥 老虎就被打死了 几天之后 又有人看到周楚 跳进河中和蛟龙缠道 他们打了三天三夜 难解难分 桥上也慢慢聚集了围观的民众 周楚打了这么久 都没扶上来 该不会出事了吧 你看你看有动静了 是焦龙 焦龙死了 那周楚呢 大英雄回来了 大家在说什么呢 原来 原来 我就是这第三害啊 周楚 周楚知道真相后 很愧疚 下定决心 重新做人 他败了静朝的大文学家 陆云为师 奋发向上 努力读书 最后 终于做了大官 为百姓做了许多善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第一单元 人之初 性本善 性相近 席相远 狗不叫 性乃千 叫之道 贵以专 这段经文的意思 是在告诉我们 刚出生的小婴孩 都是善良可爱的哦 但是 在成长的过程中 如果受到教育环境的不同 就会养成不同的习惯 所以 如果没有好的教导 那善良的本性 可能就会不见了 而教导的过程 一定要专心一致 小朋友们 保持心地善良 很重要哦 下面 我们就来看看 周楚的故事吧 三国时 东吴的一星地方 有个叫周楚的年轻人 他从小失去了父亲 无人管教 常常仗着自己一身的蛮力 在乡里打架闹事 村里的人都很怕他 总是躲得远远的 有一天 周楚走在街上 看到一群人 议论纷纷 他觉得很奇怪 便抓住一个老人问道 喂 你们在说什么呀 哎 咱们这地方出现三害呀 哦 什么三害 你说来听听 第一害呢 南山上 有一只会吃人的老虎 哦 很多上山的人都被他吃掉了 第二害呀 是长桥下的蛟龙 他兴风作浪 害死很多人呀 哼 老虎蛟龙有什么好怕的 看我来除掉他们 于是周楚带着光剑来到南山 只听见一声唬 从一边深处跑出来了一只大猫 看我的 老虎这不就死了吗 哈哈哈哈 哎呦 哎呦 你看 你看周楚 他是不是又要闹事了 耶 耶 耶 他跳进河里了 该不会去杀蛟龙吧 过了三天 周楚还没有回来 大家议论纷纷 咦 怎么没看到周楚上来呢 会不会跟蛟龙一起死了呀 太好了 太好了 三害都去除了 我们终于可以过太平日子了 这时 刚杀死蛟龙的周楚正好上岸 听到了村民的对话 什么 我竟然是第三害 哎 我竟然是第三害 周楚感到很惭愧 想到自己平时胡作非为 使得乡人把自己也当成了遗害 便下定决心改过向善 他拜了当时修养有素的名人 陆云为师 刻苦读书 注意自己的品德修养 终于成了一代忠臣 为百姓做了很多善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